2022年8月22号收盘了 下午大盘走的仍然很不错 下午的时候我是逆势加仓的那种买跌的股 你看今天涨得快的我一个都没动 下午的时候汇报一下加仓了 储能里的反电池你看它下跌了吗 咱们不追高在第一处买买 因为现在大盘是处于一个轮动的格局 看到没今天主要的指数都出现了 高低切换 尤其是大盘股和小盘股 它们切换的还挺严重的 并且今天不光是咱们这一面 就是外盘它们也有反应 那么从下面这个成交量来看 已经连续五天成交量破万亿 并且北上资金又往里冲了一些 下午的时候之所以给这地方赶 那去弄一弄 主要是考虑到这个位置呢 我们现在它处于一个震荡期间 震荡期间呢 我们就可以做T加零 这是最起码的 另外震荡期间 它往往就是一种切换轮动 既然切换轮动 谁都得轮一遍的话 那么咱加那种 它们今天超跌的 或者今天下跌的 也就比较靠谱了 那我们再看盘面是这种形态 大盘指数 现在已经不光是上证指数 其他几个 除了科创板 剩下都走出了这种反包扬线 这种反包扬线 同时伴随着下面成交量 连续五天破万亿 就证明有资金在进场 不过人家不是抢筹 是接货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接货可不是抢筹的情况下 这种东西持续性就差 既然持续性差 那么第二天或者第三天 往往就会轮动 今天刚买可比要是追高的话 很有可能呢 就站在岗上 明天就会出现回落的 这就是分化和切换吗 那么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这个 今天是受到二十日线的强支撑 前天就在这个位置 刚刚跌破了趋势线 在周五的时候 彻底跌破趋势线 就是六十日线啊 今天受到二零线的支撑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讲过多次 今天中午也讲 往往在指数或者是个股也是 在二十日线附近呢 它都会有一种枪支撑 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个买入呢 是一个不错的加仓点 但是今天如果要是奔着追高那些东西 哪些东西长得高 你看今天咱就不一一列决 长得高那些东西呢 今天如果追 明天很有可能就追到高零地去了 所以今天呢 既然这个位置已经有了支撑 而且下面有放量 就证明在呢 是有资金介入的情况下 大盘股在这还出现一个护盘的情况 那么在这呢 我逆势加仓那些跌的股票 今天我加的是百分之五点多的 凡天池嘛 那么在这个位置 上面大家不要忘了 为什么咱们不追高 上面这马上又到了六十日线的压力 六十日线就被称之为一个上升趋势线 一旦这个位置上升趋势被打破 那么就证明给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 在这种震荡期往往是一个捆宽幅的震荡 在这上穿下跳的 在上穿下跳期间 最怕的就是追高买 那么现在看出来了 二十日线支撑基盐有效 在这啊 今天支撑一个二十日线 走出一个大的反包扬 但大家千万别忘了 这个反包扬是为了什么 今天有多大的利好 或者是今天消息面是啥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今天早间这个降息 一年期的呢 原定的是降十个基点 就是预期啊 现在降成五个 而另一样的五年期的 却降了十五个点 这十五个点 别看就多出了五个点 这给大家很多的遐想 首先呢 这个五年期是贷款利率 它最多的一个使用方案 但是更长期的呢 你比方说三十年的 这个到底怎么定呢 你看假如要是把三十年期 三十年期的要是也做出一个 这个降息 或者是说不同程度的一个下降啊 那么都会给这些个什么房地产呢 或者是居民呢 他都有意愿去买房的这些人 就会是一个强职诚 你别看今天房地产呢 没太动 但今天大盘的表现也就证明了 那么五年期是往哪投的呢 大多数的五年期都投进了实体经济 那我们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既然就属于上面顶层 不想要这个地方啊 他不是说呵护这个大盘 而是是呵护咱们整体的经济 稳经济 稳增长 这是一个大前提 那么在这种大前提下 我们干点这些个呢 也就可以了 不过大家千万要记住 这个位置还没有完全落地 为什么 往往在政策出力的时候 或者是其他的政策 你看见国常会开了那么多会 又是23条啊 又是这个部 那个部都出了很多东西 但所有的就是正面的消息 他都得落地呀 朋友们 我们一定要等着很多东西落地 现在说几个啊 第一个 现在最主要的这个位置 该怎么处理 这个位置呢 在震荡期 咱们的结论是 震荡期间加仓干 加什么 我加的是这些个 得是下来的 我不追高 因为这东西追高 往往明天他一冲高 就很麻烦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加的是储能类的嘛 反电池 因为他今天 我这个我买的那个东西跌了 这样来讲 明天他一个来 是不是咱们就来了 明天上涨的话 你做T加零也可以呀 另外再说T加零 回答网友一个问题 网友说 这个T加零到底怎么做 实际T加零呢 用手绘的方法呢 就以这个为例啊 就是这种为例 你假使这种东西 就是日内 那么当这种东西 在下降突充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个下降空间 未来他有一个上涨 能涨多少 两个点 你得看出了 未来有两个点的上涨空间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买入 换句话说 假如我们现在手里有东西 那么手里有东西的时候呢 假如在这儿 当你预测到这个位置 它会下跌超过两个点 或者是能超过两个点之后 咱们就在这个地方 果断地卖出 卖出之后 它跌两个点 那么我们买回来 它一反弹 是不是就做成了一个 这叫正向和反向的T加零呢 就是这样 这里面信息量比较大 大家听不明白的呢 反复多听两遍 意思就是一样 T加零都是盘中操作 但是这个盘中 一定要能看到两个点的空间 实际去掉手续费呀 还有咱们一买一卖 当时呢 可能会有一个差 去掉这些 纯正一个点 就算是T加零的高手 假如每天每个拼总 你都能踢上 那了不得了 那富可敌国 好 这个算回答网友的一个问题了 另外在这里面 最后强调一嘴 今天尾盘呢 会有很多消息 还有很多个消息 兑现之后呢 它得落实 落实是关键 那么今天尾盘之后 包括今天夜间 外盘也开盘 他们也有一些个 什么涨呀跌的 明天早餐 古邦有一个早播报 我们早播报呢 会把咱们今天尾盘的 一些个消息 还有夜盘他们的情况 把它梳理好了 用早播报的形式呢 呈现给大家 好 我是古邦 喜欢古邦的加关注 大家别怕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呢 震荡期间 没有人会卖丢 也没有人会买在高处 因为它一震荡的时候 往往它不套人 有人说这个位置 说追高了 也别太怕 因为这个时候 一旦震荡 它往往呢 它还会有一个持续性 好了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 明天早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早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